大家好我是白龍 歡迎來到我的遊戲實況 為什麼上一段影片突然結束了呢 因為我不小心點到Google Play的成就系統 跳出去錄影城市自動中斷了沒關係 這個影片我們分享下集來錄 上次講到成就系統 他有一個成就是在單人模式地圖裡面獲得10顆星星 大家只要解開那個10顆星星就好了 不要像我還解到32顆星星就是浪費 因為單人模式中要獲得50顆星星其實有一點點的難度 所以不要浪費你的兵 不要浪費你的資源去打單人模式 只要獲得10顆星星解開那個成就就好 單人模式就擺著不要再玩他了 像我打到32顆星星跟個笨蛋一樣 好 對那個成就解開之後 就就就就就差不多 單人模式就到這裡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要講 好像就差不多 其他目前我還不覺得有什麼不值得解的 所以建造到後面 成就系統也是一個幫你獲得那個綠寶石的方法 好那我們就進攻看看吧 打一次給大家看 那這個連擊模式呢 有分獎盃 不同的獎盃給大家看一下 左上角這裡 我看一下要怎麼看 我有點忘記 看一下喔 怎麼看啊 啊對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在那個 尼亞斯開的部落裡面 這可以公開嗎 目前的那個 尼亞斯的部落是 我們的部落是 可以任何人加入的 那大家如果想要加入的話 應該可以加入 尼亞斯應該不會介意吧 不過大家要活躍一點的 多打戰 多多增強自己的實力 不然的話 像我們之前有另外一個 那個成員 他因為都沒有什麼在玩 所以就把他踢掉了 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知道怎麼看啊 獎盃的那個 我看一下喔 這裡嗎 這裡啊這裡找到 聯賽等級有分 銅盃盃金盃 一直往上到泰坦盃 各種不一樣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透過你的積分 那我現在的積分 993有看到嗎 993是我目前的積分 那我目前是在 銀盃的位置 對 銀盃的第二級 銀盃的第三級 三級銀盃 那不一樣的聯賽的話 會有 每一輪會有額外的獎勵 什麼意思 我現在是在三銀 三級銀盃 所以我的額外獎勵是 2000金幣跟2000的勝水 這個意思就是 只要我沒打 打贏一場 那個戰鬥 我就可以額外的獲得獎勵 所以 像下一級的 二級銀盃 額外獎勵就是 3000金幣跟3000銀 那個勝水 所以你的獎盃 如果越高的話 他額外獎勵會越多 大家可以去 挑戰一下 看自己可以打到哪個獎 那個 哪個盃 哪一種盃 那我目前是 24等 然後 三級銀盃 積分993 好那我們直接去進攻其他的 玩家的那個家園給大家看一下 OK 左邊這邊下面有一個搜尋對手 那每次搜尋新的對手 需要消耗不等的金幣 然後 他幫你尋找的那個玩家是跟你的 Level差不多的 有時候會比你強 有時候會比你爛 有時候會比你爛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 玩家太強 你就可以按 右下角有一個下一個 就可以找 下一個玩家 來打 這樣子 那上面的開戰倒數是什麼意思呢 開戰倒數的意思是 如果 你在這個倒數的時間裡面 你都沒有放任何的兵下去的話 他 你就 你就 會結束這場戰鬥 就是你沒有 你沒有打算要打的意思 OK 那我來找一個我比較好進攻的地方 的那個 玩家來挑戰一下 基本上 第一個我會看的就是那個大炮 大炮放的位置 大炮可以範圍形的攻擊 啊 像這個 這個玩家我就可以攻了 因為他大炮放的非常外圍 所以我可以 把他大炮先拆掉 就不怕範圍形的攻擊了 好 我來打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先用這個炸 OK 那可以放的 這 我認真打一下 可以 可以那個 放的位置 就是 我剛剛講的白色區域的外面 那我可以放的兵 我可以在下面選擇 好我現在把兵全部放出去了 那 兵我沒有辦法操控他去的位置 他會尋找最近的 可以攻擊的建築物來攻擊 所以基本上放完 放完兵你就沒有什麼事做了 他有其他小兵可以攻擊耶 完了我要輸了 太棒了 太慘了 欸 好煩喔 OK我輸了 失敗 我的成果只有8% 所以 我只有拆他8%的建築 所以我就算 失敗 不過我剛剛還是有獲得一點金幣 那我的那個 積分減了29分 所以 我的積分現在變成960了 然後呢 攻打其他玩家可以 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獲得他的金幣 跟不等的聖水 那不是所有的金幣跟聖水都 都會被挖走 好像是百分之50以內吧 像我現在的金幣是5萬 他可能只能 只能偷2萬 左右吧 我不知道 大概啦 然後如果你被打輸的話 他的護盾會自動啟動 什麼意思 就是 他不會讓你輸 然後還一直被 一直被打一直被圍毆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輸一場 你的護盾啟動 好像最少會有12個小時的護盾保護 你就不用擔心 下一個 下一個玩家馬上來攻打你 那護盾會 護盾會因為你去主動攻擊其他玩家 而解除護盾 然後還有什麼要講 現在喔 好像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前聖水 喔對 然後士兵 你派出去的士兵 就算他整場那個戰鬥打完 你的士兵還留在場地上的話 他也算是耗損的 意思是 意思是說 就是你放出去的兵 他就像 就像潑出去的水 覆水難收的意思 所以 如果你覺得這個玩家很好攻 很好打下來的話 你就不需要 放太多的兵 兵是不需要全部放完的 沒放完的兵他還會保留住 對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 我看一下喔 錄了7分多鐘 上一集好像錄了10分多鐘吧 OK 那我的部落衝突就大概介紹到這邊 對 介紹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下載一下 然後 欸這可以加好友耶 大家可以加我好友 白龍王國 然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加部落 尼亞斯應該不會介意吧 如果你太爛的話 或你不常上線的話 那當然會介意 好那這集就錄到這邊 希望大家喜歡這款遊戲 我是白龍 敬請期待下一集的實況 各位白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